小五好,今天是2023年7月11号星期二 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新州政府任命首位租房专员负责调查监管住房市场 新州首位租房专员特翠纳琼斯将负责调查悉尼租房市场系统性问题 包括住房可负担性以及供应问题等,并制定相关政策 澳洲人或将面临鸡蛋荒 澳洲农业厅消息,农养鸡蛋的淘汰时间将提前至2036年 由于全澳鸡蛋短缺,提前淘汰农养鸡蛋将使鸡蛋价格猛涨 当前传统农养鸡蛋占市场鸡蛋销售额33% 阿尔巴尼斯访华时间或将推迟至明年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正在考虑将访华之行推迟至明年 此外,澳洲驻华大使傅关翰四年任期也将于今年8月结束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,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